我说许老婆 你这些天天的 要是找我干什么呗 我这不是真的待得无聊 找你过来聊聊天吗 你都在这边好啊 好 喂 阿伯 什么事 要不要接上对象 哦 那好 那好 啊 我明天一定过去 哎呀 这事成了 我请你喝酒 嗯 好 李大头 你要去相亲啊 我告诉你 你明天要去 我就不跟你玩了 以后你也别来找我 我的这个岁口 去相亲找个女朋友怎么了 相亲相亲 有什么好相的吗 你懂什么呀 男人找老婆是天气地气的 你就是没有老公 所以你不懂 反正我不同意 如果你真的要去相亲 那我就出去打工 你再也见不到了 你出去打工要这么长时间 哎呀 那你去打工 我是不是就见到你了呀 对 我就不回来了 我说你好好地出去打成功呀 留下来多好呀 我们俩还可以一起落马克 你要是相亲相成 那我还怎么找你玩嘛 呃 这样啊 小老婆 我给你出道题 你要是打不出来啊 你就不能出去打工 那我要杀理了 你就不能去相亲 那行吧 你听好吧啊 什么门永远发不上 你当我三岁小孩子呀 当然是求门 可以呀 呃 那我再给你出一个难一点的啊 请问男人身上什么地方最硬 你想什么呢 你知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你就说了 哎呀 怎么不知道 男人身上最硬的不就是胡子嘛 胡子 为什么呀 你知道你身上什么东西最厚吗 什么东西最厚吗 什么东西最厚 对呀 嗯 就是你的脸皮 你的脸皮比城墙都厚 你的脸皮比城墙都厚 那胡子都能扎出来 你说他硬不硬啊 你说他硬不硬啊 你瞅你说的 嗯 不过还是有点道理的 还是你聪明 那我既然都猜了 那你就不去相亲了吧 不去了 该是相亲 走 先去外面 哎呀 这天太晒了 下一位 下一位 哈喽 教练好 别把窗门拉坏了 嗯 教练好 嗯 接安全带 嗯 好的 教练好 你这是说话不带标点符号是吧 还是有强迫症呢 一连说了三句教练好 不好意思啊 教练 嗯 汪官啊 你说我也带你练车一段时间了啊 嗯 教练 我跟你学了三个月了 那咱俩关系咋样啊 嗯 咱俩关系可以说是一失业 也是啊 所以说这练车的规矩 安全带啊 你看我不是已经系好了吗 教练 这个混蛋 真是 哎呀 我为了给你们练车 我到现在还没吃饭呢 哎呀 教练 你咋还没吃饭呢 减肥了吗 谁减肥了 教练 你不是一天没吃饭吗 我以为你减肥呢 你这不是说瞎话吗 教练 啥时候开始啊 再聊会儿 好 还有件事啊 真不好意思跟你说 教练 你直说呗 有啥事 那我就直说了 嗯 过几天啊 我就结婚了 啥 结婚 教练 你这快四十了吧 咋才结婚啊 我就不能二婚啊 二婚啊 嗯 我之前不是和我那个前夫性格不合吗 就离了嘛 上个月呢 我姐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 长得又高又帅 咱俩情投意合的就打算结婚 嗯 那恭喜恭喜 嗯 我要结婚 你就不打算来啊 哦 我明白了 你是让我随理是吧 行 行 哎呀 聪明啊 你一见就通 嘿嘿嘿 那行 咱们练车吧 时间还早呢 再聊会儿啊 还聊啊 这后面还有学员呢 没事 给你时间放长点啊 嗯 那 那你说吧教练 我最近听说出了一款那个什么 天仙补水面膜 就是说晒后修复的效果特别好 嗯 是吗 还有这玩意儿 是啊 可管用了 哎呦 你看我这一天为了给你们练车操心的 这脸都晒得掉皮了 那你买点呗 主要是最近手头有点紧啊 我妈 前段时间我妈不是生病动手术吗 又挂了我不少钱 嗯 自己最近手头有点紧 你看 能不能 不是 教练 那你这个意思 这款面膜也让我给你买啊 你真是个聪明啊 心太黑了 刚才学个车 然后买这么多东西 嗯 喂 我电话 喂 老公啊 嗯 我在给教练学员教练车呢 嗯 你不信 哎呦 好吧好吧 你也快光啊 我老公打来电话查稿 你给他说一下啊 就说我给你练车呢 好嘞 喂 姐夫啊 我姐在我练车呢 恭喜你们 过几天就要二婚了 哎呦 是好事啊 啥 你没二婚 和我姐说过几天你们就要二婚啊 哎呀 哎呀 哎 不是 老公 别让听到婆说 不是啦 喂 喂 喂 挂了 哎呀 教练啊 咱别打电话了 她不理你 呵呵 你也不理她呗 咱们练车啊 哎呀 练屁车啊 都怪你 说什么二婚啊 我老公再来都不接我电话了 哎呀 不好意思了 你看看我这个嘴啊 咱们练车呢 练个屁啊 快下车 下车 老板 快下车 这种事我还没说出来呢 哈哈 就出事了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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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完了完了 看我这张嘴啊 哎呀 胡说八道的 这样回家又完了 哎呀 哎呀 老公呀 接我电话呀 哎呀 哎呀 这不是那臭小饭呢 怎么走到哪都能碰见你的啊 我发现 你还真是个扫把心啊 哎呀 走到哪都能碰见你的 干啥呢 你在那巴伯说啥呢 啊 还说呢 我问你啊 你怎么才来 这不就是那个 从口碰到个这么这么个玩意吗 臭药犯 读到路上耽误我了半个多小时 你说啥呢 这是我哥 你弟弟啥呢 你弟弟啥呢 没完没了了 你说我弟弟的弟弟啥呀 你当到了你不知道吗 哎 我当到了 哎 这都是你们家的吗 我当你家的 哎 我发现这些说话怎么这么不讲理呢 你看你那土鞭样 他带着 穿着傻了吧唧的衣服 你在这干啥呢 装土地工的 哎 我 我发现你这小伙子挺不会说话的 哎 我都赶上你爹的年龄了 哎 你咋能这么说话 哎呀 我去 还赶上我爹岁数大 咋的 你在这一老卖老呢 站着自己岁数大不让道是吧 那是因为你这孩子不会说话呀 哎 你要是好好跟我说 我不早就给你让道了吗 那你好好跟我说话了吗 哎 你一上来就嘀嘀嘀嘀的 安上让人怎么跟你说话 你看他长得像 长得更猴似的 一天天的 行啊 哎呀 就你这么说话的 你记住了 我今天肯定是不会给你让的 就这么耗着吧 嗯 哎 你你给我起来 你这臭药犯了 你再 再给我车靠坏了 你这啥车呀 哎呀 我还能给你靠坏呢 啥车 我这是好车 你给我靠坏了 你能赔得起吗 哎 我就靠着了 哎 你再给我叽叽歪歪啊 我就给你讨这儿 咋的 你还想碰瓷啊 哎呦 我不碰� 咱也不是那种人 咱们就跟你在这儿耗着呗 耗呗 反正我车里也不冷 哼 哎呦 不冷 哎你吹着暖风 你不耗油吗 耗着呗 喂 大力啊 厉大头 你到哪了 怎么还没到啊 哎呀 我这不是在葱口这碰到一臭药饭 咋是堵到呢 哎呀 现在我在这耗着呢 快点吧 我哥也马上到家了 就等你了 嗯 那行 我知道了 哎 我看啊 我还是给他个台阶下吧 哎呀 我这还招着这家媳妇呢 要不是因为今天招着这家媳妇 哼 我肯定耗他个三天三日 哎 哈哈哈哈 哎 哎 那个啊 刚才我错了 嗯 刚才不应该那么跟你说话 啊 给你道个歉 嘿 你要是早这么说 我早不就给你让了吗 哎呦 我这不是着急上我女朋友家吗 嘿 哎呦 天车了不起啊 哎呦 我还纳闷 哎谁家姑娘能看上她这样 她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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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就是你前两天 给我说你那 新壮的对象 我告诉你啊 哥不同意 哎呦 这么没戏了 哎 大舅哥你别生气啊 我要给你买十斤猪肉赔罪啊 哈哈哈哈 哎呦